以下这三款大众车型不仅是性价王 更是价格土夫的存在 从12万多一口气跌至6万多 半价出手啊 不仅如此 更是搭带了爱新6AT变子箱 质量那是相当的靠谱 非常适合我们穷苦老百姓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款大众桑塔纳 官方租导价79000到12800 优惠能够达到3万 裸车5万多就能够入手 而这款车的出现非常适合那些手里预算不足 还想要省油耐用合资驾车的消费者 因为这款车足够的省油耐用 更是有消费者戏程 拥有桑塔纳 走遍天下都不怕 还能够让你十年开不坏 因为在动力方面 采用是1.5升发昂机 马力1122 虽然不是很强劲 油耗却能够低至6个 高速上面行驶能够低至5个 买这款车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养车压力 再接合4米475的车长2米630的轴距 车内空间宽胀 但就是配置丰富 而且和日系车一样 都是大面积的硬出料 不过现在跌至白菜价 还有什么自行车呢 想用耐用才是最关键的 在家这款车空调之能 那是相当的凉 堪比七八十万的车型 现在入手准没错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二款大中宝来 另外是紧凑型轿车 但是这款车的销量 相比同级别的车型 那也是非常的好 现在价格狂降 这道价99800的157 优惠42,最低售价6万多 就能够拿下 可能说到这你比较纳闷 新款车型不是10万多 才能够入手吗 而这是19款的宝来传奇版本 搭载的是1.5升6AT变子箱 和三达纳财 是同样的动力系统 都是给不了你特别强劲的动力 但是它油耗特别的低 非常的省油耐用 因为这款发浪机 代号为1211 老司机们都知道 外观方面也是一点都没有落伍 非常耐看 它长4米562 轴距2米614 空间方面只比新款车型 略须色几公分 但是在价格方面却相差好几万 个人觉得预算不足 还想要大众的轿车 那么入手这款车 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就是车里的配置太低了 最高配车型也才两个气囊 而且仪表台到处都是硬塑料 只有驻车雷达 没有倒车影像 都是需要你去后期加装 但它毕竟也是曾经的销量王 虽然现在英雄池目 但是现在跌至6万多 入手还是很划算的 对此你怎么看呢 第三款大众麦腾 新款车型在外观方面 绝对颠覆了以往的设计 更加的年轻时尚 而这款车之所以卖的好 就是因为它老少通吃 目前降价幅度也是比较大 这道价186900到309900 优惠近4万 最低售价14万多就能够拿下 但前提你要介绍这个版本动力一般 因为是1.4T发轮机 匹配的哈尔7档干式双离合 根本就不是麦腾的精髓 但它却非常适合那些手里预算不足 只用来家用的消费者 而它的R.0T豪华版本 是它的畅销车型 搭载了R.0T发轮机 匹配7档式双离合 马力186 虽然动力方面表现很一般 但是它换挡效率高 而且192匹的雅阁 在这款车面前也只有挨崩的份 因为大众的EA888发轮机 简直是太牛了 油耗能够低至6.3 高速上面行驶 不仅能够给到你速度与激情 还能够让你节省不少油耗 从内的空间也是比较大 毕竟定位是B加级轿车 轴距2米87 加长4米866 翘起R.0T也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配置也是比较丰富 它不仅能够让你家用出行 同时能够让你商务接待 一点都不掉面子 现在跌至18万出头 相当的划算 因为它是一款B加级轿车 都是B级车里面的标杆 对此你怎么看呢 以上三款大众车型 我们老百姓入手准没错 你更喜欢哪一款呢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我是车圈大哥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